主席各位同学大家早 麻烦请次长 喂啊 好 次长早 国防部现在啊 这个相关的这个宣传的活动可以说越来越多元化了 那听说国防部有一个国军版的百万小学堂抢大比赛 请到了当红的这个女艺人来处理 这个部分啊 来主持啊 那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觉得乐见于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其中呢 大概每一个问题都问到啊 就说国军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次长你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吗 对不起 你不会 国军是为国民生存负责而战 为中华民国而战 为防卫台澎金马2300万同 意思是这样子啊 但是正确的答案啊 这一个字都不能错的啊 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 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 是这样子 没错嘛 这是标准答案 是 好 所以你还不及格啊 不过结论上 我想国军体系啊 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你也知道我在这个委员会啊 我常常想说我们怎么样去更改去改变国防部 极有给人家比较古板也好 这事实 好 或是比较高高在上的一个印象 所以这几天我看到国防部做了很多 包括呢我们的国军弟兄啊 去协助 特别是女性的这个同仁啊 去协助收割啦 去这个呃 协助我们农村的这些呃 偏远地区的这些农民好朋友去进行收割 我觉得这很好 百万小学堂或是百战百胜啊 包括这些武技啊 跟这个抢达的这些方法我都觉得很好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永远都是有不孝分子啊 在破坏 就好像啊 我看到有一个军医啊 他在他的脸书讲说 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 但是澎湖是个鬼岛 他根本不愿意去 当把澎湖是鬼岛都讲出来的话 你很难去想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育或许只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的 而不是真的是落实到每一个国军弟兄的想法里面去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每一个国军士官兵哈 他的休假期间或他回到家之后呢 他在网上的一个作业 可是 次长 您今天代表国防部来 那虽然我们谈到这个国际公约 我们也乐于去配合 可是永远碰到这些派群芝麻哈 或是反其道而行的 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做法可以来处理这些问题 谢谢委员的关切 虽然这个林姓少校一官是他个人行为 但是身为军人就代表的某种国家的形象跟国军的形象 我们认为他相关的作为是非常的不宜 我们发现之后也把相关的 关于他相关的这个 他的资料都已经删除了 可是因为不幸被我看到了先 所以我当然愿意把这个案子 当然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这不当然是个案 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一个通案 就好像呢 我们看到上个月 这个检调呢 增破了一个赌博的一个集团 赌博签赌的暴力讨债集团 里面的成员有军官 这事情是上了社会版 我们的了解是 好 那一切他既然犯了法 我们有这个军法 我们有这个民间的这个司法 军中的这个法律来承办 但是陪同这个军官去应训的政战官 既然去跟检调怎么讲说 哎呀 这些人啊 他们 出了赢 他们怎么样的行为我们也管不着 就他们已经是很消极的来看待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 有没有更积极的方法来处理 包括我刚刚所讲的 个人在脸书上面的这个发表的意见 完全抵触了国军的这个这个中心信仰 甚至呢 在涉及到司法案件的部分呢 有点官官相护的味道 市长 这有关于官兵思想跟精神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除了我们要有更严肃的军聚来要求之外 我想扎个基植仪教育 我们来改变一个内涵也非常重要 怎么做 国军在这方面有关于精神战力的部分 除了学校的教育 我们每周有关于举光日的相关 以及典型所表扬部分 我们都一步一步去努力扎根做 我相信文有看出来 市长 一步一步努力扎根做 可是过去就是因为没有努力扎根做 所以刚刚我不断的有委员在提到说 包括像澎湖 机密两个字的资料就散布在地上 包括有不断层出不穷的军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利用这个场合 我们在谈这个修法问题的时候呢 法条问题的时候 我们来谈到所谓的军纪封纪的问题 可是我们就算是法条通过了 我们就算是规矩定下来了 你如果封纪没有办法提升的话 还是不断的会有擦枪周火的情形 市长 我不期望你在今天做答案 可是我只能说 委员会不单单只是关心法条的问题 全国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的是 军中封纪纪律的问题 这里如果国防部没有办法通力思通 彻底把这些害群芝麻或是从根来做起 就像您刚才所讲的话 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更多 这是我们所担忧的 市长 我在简单就叫你一个问题 两岸的这个军事问题 那我觉得对方的最近 可能盘化的这个层级越来越高 3月31号 这个第七部的中共国防白皮书 中共的国防部发言人 他在回答台湾记者的飞弹问题的时候 他这样讲 他说军事部署有小的调整 如果有的话是正常的 我们一直强调大陆的军事部署 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 有关军事部署的问题 可以在两岸探讨 建立军事安全互信的机制的时候 加以讨论 3月31号到现在为止 将近两个礼拜 多的时间 可是我看到国防部的 针对对方有这么 这么怎么讲 往前跳一步的这样一个谈 说法啊 可是我看到国防部没有很积极的回应 现在国防部正式的回应是什么 向委员做个报告 这一次的中共的国防白皮书 所述的有关于 就是说他们的飞弹部署问题 虽然他们有他们的说法 但这些飞弹就在台湾本岛的对面 这是不变的事实 中共也没有放弃用武力 来这个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 这是实质的威胁 无论中共怎么样来表述 怎么样来描述这个状况 我们都认为 那是对台湾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 一群高阶的退休将领 到了对岸去 进行所谓的这些高阶将领的 这样一个 两岸的座谈会 而对岸的高阶将领 也是退休的高阶将领 他特别讲说 今天不管是这个飞弹 设在沿海 设在哪里 也都打得到台湾 所以说军事的问题 事实上要用 更另外一个角度方面来看 而不要只是想到飞弹的问题 可是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也没看到国民有任何的回应 是因为您 距离这群高阶的将领 都是各位过去长期来长官 所以不便 有任何的评论 还是你针对对方这个高阶将领 讲的这句话呢 你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 既然有道理我就不反驳了 这绝对不是这样子 因为高阶将领退休之后 他就是跟任何的国人是无异的 所以他们的任何的言行 我们不以评论 但针对于所谓说是相关就是说 要用其他方式解释 站在国防部的立场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安全的首富者 我们坚定的说 建军备战就是我们的任务 无论情况如何发展 我们的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考量 我们不会因为一时的 他们的议题的炒作 来松懈我们建军备战 我想这个站在全国的安全的 这个前提来考量 我觉得是正确的 可是我觉得对岸讲述的军事互信机制 我想国务部所属 还是要针对这个议题 去多做防患多做研究 我想两岸的状况 可以说轨迫多变 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 但是不 要包含所有的可能的选项 包含所谓的谈判 甚至安全机制的这样一个选项在内 请国务部多说去研讨 好不好谢谢司长 谢谢 好现在开始休息十分钟